風向龍鳳沛 我是男嘉龍 我是陳鳳馨 我來帶風向 我來跟風向 我們今天要看一看 雙城論壇 這個雙城論壇 對柯文哲而言 那可是一件大事情 是 因為下個禮拜 柯文哲就要到上海 雙城論壇 這個也會是下個禮拜 最重要的政治上面的大戲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柯文哲雙城論壇 我們先來看一則影片 整天沒有公開訪問的柯文哲 下午出席基金會活動 被媒體團團包圍 因為下週就是雙城論壇 今年輪到柯文哲率隊去上海 屆時怎麼跟中國互動交流 其實我比你還怕 總是怎麼要留下一個 好像還有一個交流的管道 不然完全不接觸 這到底是下一步要怎麼做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就說 我每次講說該做的做 也不見得說對個人是加分 該做只要用個頭皮去做 就這樣 強道不能和中國完全沒有接觸 柯文哲認為雙城論壇 就是留下一個交流管道 至於會不會和國台辦主任 劉傑一會面 柯文哲與代保留 不可以安排見面 但有可能不期而遇 見面又會談什麼不得而知 但這次雙城論壇 會是2020總統大選前的最後一次 柯文哲至今原來沒有宣布要參選總統 下座論壇上和中國官員的各種互動 格外引發關注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先來看兩個新聞焦點 一個就是 柯文哲在之前就講了說 議員說不應該去雙城論壇 你們自己報名這麼踴躍 那時候就被認為說是假新聞 因為根本就還沒有開始報名 後來在抽籤的時候 因為有三個公費民格 抽籤的時候五位議員來抽籤 那抽三個嘛對不對 那可是真的報名說要去自費參加 連同公費變成了11個人 這有點怪怪的 理論上來講我真的想去的話 我一定會來抽公費啊 為什麼抽公費的時候五個人 然後最後實際上面要去的人 變成11個人 這個有點怪吧 陳鳳欽的不愧是呢 就是老記者 就是那個政治嗅覺是很敏銳的 我是資深記者 但必不老好嗎 不老 就是說資深小記者 好那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啊就是如果 如果我要我要我要去 我要去當然是 我當綠葉嘛 因為花一定是柯文哲嘛 當然啊 那我那邊只不過是去呢 是去就是反正的襯托一下而已 我何必呢自己呢要要出錢 那如果有公費我當然抽公費 可是你看11個人要去 只有五個人來來抽公費 抽中的時候呢 三個人呢抽中的時候 剩下的還有呢八個人 最後呢又都是用自費去 對 那你就知道就是說 抽完公費之後呢 必有變化 就是一定有些人是 抽完了公費之後呢 才決定說 我要我要去 是他決定了嗎 還是 背後呢有些力量覺得 這一次 因為柯文哲呢 雙城論壇 關乎到柯文哲 要不要參選2020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stage 所以在這一場呢 雙城論壇 在上海舉行的雙城論壇的時候 他是幫柯文哲在做面子 對 在做場面 重要的面子 是 那他需要呢有一點的這個烘烘托後面的肉屏風呢 希望多一點 肉屏風嘛 如果只有那三兩個 如果只有三個市議員去 你想那個多孤單 他的氣勢就整個弱了 所以 陳鋒欣呢 質疑是絕對對的 而且呢 一定有這樣的一個力量 就是極力的去慫恿某一些的議員們 我們就來看一下名單 請他們要跟著去 我們看一下名單其實就可以知道 就公費的呢 是李副中午 這個楊敬宇跟林國成 那李副中午他是國民黨的 楊敬宇是五黨籍的 然後林國成是親民黨的 那自費的 鍾小平跟侯漢廷是有參加抽籤的 然後呢沒有抽到 然後他自費去 這我覺得也不意外 可是接下來是陳怡君 徐立信 陳怡君是親民黨的 徐立信是五黨籍的 可是他非常的親柯文哲 那時候柯文哲在選市長的時候 徐立信 其實也是這個柯文哲大力浮選的 那我覺得他們兩個也不意外 再下來的是 鍾沛君 陳崇文 應小威 秦慧珠 這四位都是國民黨的 是 都是國民黨的 那你覺得會是 市政府去拜託他們 或者另外有一些勢力在拜託他們 這四個人 比如說你剛剛講的 包括就是鍾小平在內 當然他們本來就表態說要去 那侯漢廷是新黨的 那包括也楊靜宇 楊靜宇過去是新黨底的 新黨 新黨底的 那現在他也是參加國民黨體系的運作 好 那他們這些都是藍營背景的 所以你看到總體來講 跟國民黨比較密切相關的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個 最少七個 那個比例過半 這跟國民黨和柯文哲之間的關係 好像有點背道而馳 對 好 那既然背道而馳 那為什麼去幫他們做場面 那一定不是柯文哲能說動的 包括像是鍾沛君 包括像侯漢廷這些人 都不是你柯文哲出面來拜託他們就會去的 那到底是誰在拜託他們 當然有可能是國台辦 有可能是國台辦透過他們的人脈說 拜託 就是這個場子是兩個城市 尤其那是現在兩岸之間的 唯一還有官室身份的互動 唯一的官方的 對 因為中央民進黨在主政全斷 那地方政府幾乎也沒有這種的常設的平台 好 那甚至於韩國瑜之前去 現在也不可能再去第二次 被禁足了 而且因為這是文定的 對啊 現在就勝柯文哲了 他也反映的就是說 民進黨還沒有準備 把柯文哲這條線也給砍了 其實民進黨大可以找各種理由 我不讓你去 對 因為現在北京 如何如何對台灣是不友善 所以柯文哲不可以去 他也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要觀察的就是 第一個民進黨沒有這樣做 表示民進黨還沒有準備在兩岸關係 使出他最後的殺手劍 把所有關係全斷 第二個 我認為民進黨跟柯文哲達成了某種的默契 因為民進黨現在在拉攏柯文哲 對 所以他不會去斷柯文哲的後路 如果今天柯文哲已經表態 就是我無論如何我決定參選2020 我不會跟你蔡英文和合作 你看柯文哲能不能夠去裝整論壇 我認為民進黨一定會扯後腿 柯文哲提到了 跟國台辦劉潔一可能會不期而遇 那應該就會不期而遇了吧 雖然這種可以預告的不期而遇 聽起來很怪 對 就跟我們念到的就是國文的常識 是不一樣 國文說的不期而遇就是 我根本沒有想到會遇到他 我真的沒有期待居然遇到他 但是他現在告訴你說我們會不期而遇 這句話的就是說我文法就有大問題 他在告訴你就是說 所謂的不期而遇是假的啦 就是反正今天只要 不管是之前王金明登陸也好 不管是之前韓國瑜登陸也好 那不管是我柯文哲登陸也好 那跟劉潔一見面是標配 對 標準配備 標準配備 你也不要覺得那個是多高規格 是標配 就是我劉潔一一定會對 所以國民黨2020的潛在的候選 或者說只要願意登陸的潛在的候選 我都會跟他們見個面 即使你柯文哲不是國民黨 所以你看柯文哲登陸這件事情 第一個你看 藍營的幾位的議員去了 為什麼 他可能是國台辦來拜託 也可能真的就是柯文哲的私人人脈的拜託 他也有可能 有部分我可以知道說是柯文哲的私人人脈 因為他們確實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就看得出來他跟柯文哲比較好了 比如說陳崇文 對 比如說秦慧珠 這個我都知道 因為我在幫丁守中浮選 我知道哪一些的議員有二心 但沒有關係 當然你看到的就是說 柯文哲在這個時刻可以登陸 是因為他還抓著民進黨的軟樂 就是民進黨還需要我 所以民進黨不敢擋我 那這樣柯文哲他不就左右逢源嗎 這邊看到民進黨並不會擋他 然後那邊他會見到國台辦劉潔一 哇洪綠在他身上合作了呢 柯文哲本來就是靠著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存活到現在 我一直說柯文哲在政策面的表現零分 政治面的表現一百分 跟韓國瑜說的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 有一點相同的味道 不過我真的覺得柯文哲在政治操作上面來講 是厲害的 但是在政策的表現上面來講 超級爛的 所以台北市呢 落在他的手裡是台北市的不幸 但是政治上面的操作 他可以在自己一個光棍的無黨籍身份 曾經呢要化名的所謂的柯文哲 柯家軍的選舉選得一塌糊糊塗 但是當他自己要參選的時候 他就可以玩弄藍綠紅於鼓掌之間 是他的厲害 我們來聽幾位網友的這個回應 賴政府說 由韓國瑜來改變金援外交 變成發財外交 怎麼還會有人反對呢 固步自封不如天馬行空有想法 願意做哪有不成功的呢 發明家不都天馬行空 如果連想法都沒有創新 我們怎麼能夠進步對不對 我其實同意某種程度 我一直覺得韓國瑜的天馬行空 其實是現代這個社會裡頭的優點 那關鍵在於他能不能找到人 落實他 他如果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一個人 你們就會知道說 他如果找錯人很危險 他如果找對人很好 我覺得差別在這裡了 然後這個 Spong Bob說 Spong Bob就是什麼 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就是 Spong Bob 好 OK 再來 這五位大概只有郭台銘最不一樣 其他人做總統 估計就像馬行九這樣 好 林旺說 湘龍哥平常沒有打電動喔 我也沒有打電動 你怎麼知道 你有打嗎 沒有 好 來 林旺說 這些人想要掌握台灣 你們真的放心嗎 你真的放心嗎 我覺得 我就放心是一個很抽象 很rough的這種講法 我覺得他們每個人都各有自己的優點 比如說 如果你說從行政經驗 那當然說朱立倫啊 我說朱立倫不只是 當過桃園新北市的首長 尤其他的桃園新北市 尤其到了新北市 我認為他在地方政府 做一個地方行政首長 他的表現excellent 我給他A加 他在許多的政策面的表現來講 好得不得了 是隔壁的柯文哲好一百倍的 但是他終究形象老化 已經面對兩個非常強的對手 他沒有辦法露出臉來 所以你說放不放心 看你從哪個角度看 我還是那一句話 我希望他們是個團隊 因為他們彼此的優缺點都太明顯了 你會發現其中一個人來當總統 然後他想要自己組他的團隊的話 都很危險 但他們如果彼此合作的話 我認為會一加一大於三 好 接著來 靠假說 主持人立場肯定會黑韓 然後王翔雲就說 給我韓國瑜其他的免談 自走炮說 寧願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要相信韓的那一張嘴 怎麼辦 然後路易斯說 一國兩府是差不多香港的意思嗎 不一樣 不是 不是 就是說 即使是在談兩岸之間的某種的政治整合 就是我用剛剛張亞中的那句話 就是分治不分裂 其實就是一國兩府 對它就是一國兩府的概念 對 換句話說你只要不要表到兩中 OK 那基本上面我們就有互動的可能 但是兩府要如何去落實是關鍵 所以兩府就是說 那在台灣的這個 這個就是說政府 台灣的這個政府 它有沒有機會在國際社會當中 以政府的名義能夠有普遍性的參與 這一點是需要談的 如果和平協議能夠談到這個部分 能夠談到一個一國兩府的架構 大家都能夠白紙黑字的確認下來 那未來台灣的政府的全球性的參與 它有可能就解套了 但是那要有很高的互信 免得不太容易 包榮欣說 我想問香榮哥 中天會找你上節目嗎 中天把我的專欄都砍掉了 好來 波音物說 韓國瑜不是陳世美 是騙子比較對 沒有開玩笑的比喻 剛剛那個比喻有點比之不軟 好 自走炮說 高雄滿城近視把拉票 這倒是真的 我覺得這次 目前高雄市民很多的 高雄市民覺得很不爽的原因 好 然後Jet Chen說 成也含粉 敗也含粉 好 Piet Lin說 潘恒旭是黑韓第一男主角 然後靠甲說 果凍哪裡有金句只有金條 好我們來就談潘恒旭吧 潘恒旭又讓整個的行政院 尤其蘇貞昌撿到槍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則報道吧 請住高雄其今 溫州動頭小三通 受航典禮 潘恒旭風光出席 其今到溫州小三通典禮 事後發現事情鬧大了 連陸委會也痛批是政治操作的大騙局 潘恒旭先是在臉書發文 表示不查 誤閱了觀光局應有的奮祭 接著出面道歉 一時心太軟然後去出席一個這樣的民間的活動 對讓中央 撿到槍可以砲打高雄市政府 對這件事情我是覺得不好意思的 這個是我個人區的一個行程 他們有代表市政府的立場 潘恒旭盲撇清表示是他私人活動有請假一個小時 不過議員對這樣的說法完全無法接受 其實今到溫州這樣的兩個地點都沒有在小三通裡面 如果他們私自的小三通的話是違法的 市府團隊是不是整個螺絲都鬆掉了 為什麼一再的被詐騙 甚至包括之前的漫威事件也都被發現是詐騙的事件 那為什麼都沒有幕僚提醒他們 現在外界還發現這家上河海運是解散的公司 駐用的船隻有走私紀錄 當天的航權根本沒申請 大概是一個四航而已 並沒有說要啟動這個洞頭這個航次 而當天通航典禮除了潘恒旭之外 還有藍營名單也出席 有議員實在看不下去 直接到地檢署暗鈴控告 中華民國的船舶 非經許可 他不可以使入大陸地區 他在現場的時候提及說 這樣的執行是落實韓國瑜市長 獲出的去高雄發大財的競選政見 那這是不是韓國瑜市長授權 潘恒旭局長之前報告過 市長知道這件事啊 對 市長知道這件事 有叮嚀你下次 可能要多注意或什麼 沒有叮嚀什麼啦 六度三文 就是說有去更改例 沒有六度三文啦 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內容的重新補充 潘恒旭看來蠻不在乎 但其實光臉書PO文就編輯修改了六次 想必有感受到外界沉重的壓力 這下連市府都忙著跟他切割 潘局長也只能全部蓋瓜承受 民視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你總是心胎軟 心胎軟 對 就是說 父女怎麼看這件事 你要知道 就是我覺得一般民眾 感受可能不會很深刻 就是覺得說 兩邊的船既然已經是大三通了 那小三通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就是一個港口通到另外一個港口 既然要在兩岸之間的任何通行 他其實都還是需要海關的 所以他不太可能是一個地方政府 可以同意的一件事情 這個在一般民眾 或許他會變成一個 不太能理解的事情 但政府官員這是嘗試 我覺得 以我跑財經的立場來講 我看到這個狀況 包括了這家公司 其實已經解散了 然後 他的這個所有的航線 也都已經被取消了 等等等等 這一連串的這樣子的過程 我很擔心 這是一個 詐騙的開始的手法 就有點像是之前 林佳龍你記不記得 有一個廠商找他來談那個海水的 一千多億的case 對 其實是類似的 一個空投公司 他就因為騙你不懂 然後你又很急 因為你很急你想要秀 你想要證明就是說 我有一個很好的點子 可以解決台中的什麼能源方面的問題 所以那個人就知道 知道你有這種欲望這種需求 他就框了一個案子來騙你 他背後是空殼公司 其實基本上面 類似這種的詐騙 你說他是詐騙也不一定 但是因為他沒有任何的 他是買空賣 賣空的 他如果 他的案子的可行性是建立在 你先被他騙的基礎上面 因為你幫他站了台 接下來他就可以拿這影片 然後到處去募資 是 好 那這件事情 當然它涉及到一些 中央跟地方的 權責劃分當中的基本的sense 那我也 我不曉得潘恆旭是不是沒有sense 因為其實 不管高雄港基隆港 它都不是高雄跟基隆 對 港務 港口 是中央的權責 就像機場 它不是地方政府的 沒有錯 它是 它是在那個地方的割讓區 是地方政府割讓給中央的 那所有的海關的進出 這是中央交通部的權責 是 不是地方政府能決定的 對 所有的航線 不管是海上的航線 空中的航線 這些的航線 航權的規劃跟核准 這是中央的權責 沒有一條是地方的 這是基本的常識 所以當你地方上做這件事情 潘恆旭是 第一個我們很訝異就是說 韓國瑜都沒有講話 好像這件事情 潘恆旭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處理 你自己呢 你覺得韓國瑜應該要講話嗎 因為這件事情牽涉到兩岸 其實光潘恆旭出來講說 對不起一場誤會 因為我小孩子不懂事 所以惹了一個 被人家騙了 然後出了個包 那個可能 可能分量是不太夠的 那可能 韓國瑜需要出來 把剛剛唐强龍講的這段話 簡單的講一次 就是說其實我們知道 我知道這個是中央的權責 那我們因為這個呢 高雄市的這些官員們呢 因為對一些的 中央跟地方的權責的劃分 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以後我們會更注意 這樣講大概就過去了 那潘恆旭這件事情 他當然會讓 原來現在呢 正要把焦點轉移到 國民黨黨內初選的韓國瑜來講 或者莫名其妙 你突然間又把事情的焦點 又轉移掉了 可是潘恆旭又說 韓國瑜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其實都不應該的 就是說其實 對啊 我如果是當幕僚的呢 我就會說呢 市長事前是不知道的 當然要這樣講啊 後來呢 因為你實際上是私人行為嘛 對 後來呢 因為見光了之後呢 然後呢 我才跟市長報告 那呢 市長呢 表示他知道這件事情 指示我要小心處理 那讓外界呢 了解整個的狀況 對這還合理 你判人去說 你判人去說呢 那是一個私人行程 當你是 當你是就是觀光傳播局的局長 高雄市政府的一線的主管的時候 沒有什麼私人行程啦 去就去了 何況不是只有你 我們看到那一排人裡面 穿制服的這麼多 那都是藝人啦 換句話說 基本上面 有許多的地方的政治人物 都參與了這一場 名為所謂的高雄小三通 起航儀式的假儀式 那你說你被人家設定 被人家陷害 就說了就好了 但是不要說那是什麼私人行程 那個讓人家覺得話舌天竹 所以這裡面也出現出來 韓國瑜的 我剛剛講 我說韓國瑜的天馬行空 有的時候是很好的 但是呢 有的時候呢 如果他沒有辦法找到 很能落實執行力很強的 你就會出現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呢 就逐步逐步的失去信任感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特別談潘恆旭 因為這個時候 潘恆旭出這件事情 其實對韓國瑜是傷上加傷 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 現在韓國瑜很努力的 在洗刷他兩個罩門 他要把那兩個罩門 要補起來 一個是有關於他要離開高雄 所以高雄市民對他的信任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兩岸的論述 而這件事情剛好跟高雄 跟兩岸都有關 你根本就是在韓國瑜的背後 捅了他的他兩刀 讓韓國瑜昨天晚上所做的一切 因為潘恆旭這件事情 結果又破功了 反而要蘇貞昌 蘇貞昌是一個牙尖嘴利的行政院長 你不要看他七十歲 鬥雞性的 但是我認為他真的牙尖嘴利 他完全忽略了 他是去年九合一選舉 拜最慘的一個人 現在當行政院長 但是呢 因為牙尖嘴利 他幾乎呢 最近方方面面呢 都等著你韓國瑜呢 讓他呢 有機會來對韓國瑜呢 消遣開槍 你今天潘恆旭等於 把槍呢 送到了蘇貞昌的手上 請笑 讓蘇貞昌 讓蘇貞昌對韓國瑜呢 用機槍掃射一番 那個是呢 潘恆旭在此刻犯這樣的錯誤 對韓國瑜最大的傷害 我在那個 我有一個群組 這個群組的人數比較多 然後涵蓋的年齡層 就比較廣 大概從三十歲到七十歲 你知道一百多人 三十歲到七十歲都有 那大概都是屬於 我想說知識精英 都大概很多這種博士都在裡面 然後又很多是教授級的人 都在裡面 我覺得昨天這件事情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幾位年輕人 大概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幾乎是悲憤式的 在討論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們非常憤怒說 為什麼潘恆旭 又幫韓國瑜捅了刀了 那個悲憤是來自於說 他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然後想要幫韓國瑜 去解釋很多的事情 然後每一次 好不容易解釋完了之後 潘恆旭就來補一槍 讓他們覺得 我覺得他們是無法忍受 才會那麼悲憤的 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傷口好不能快好了 結果一個人一下子 疤又被撕開了 但是我相信這些人 或者有許多的 韓國瑜的支持者 可能有點困惑跟我一樣 那他們去不能夠 不能換 不能夠懲處 當然韓國瑜可以說 沒有必要為了這樣的事情 就把一個看起來就是說 很努力認識的 觀光傳播局長換掉 這點我也同意 但是韓國瑜表現出來 是對這件事情 裝沒看到 對於潘恆旭 許多的引起一些討論 或者爭議的事件 韓國瑜的標準反應 都是裝沒有看到 他幾乎不致一詞 這很特別啊 當然就會讓人家呢 好像更覺得懷疑就是說 果然的潘恆旭的後台印 我跟潘恆旭我們認識很久了 我不是在針對他 我只有這件事情所引起的 對韓國瑜的這個小內閣的人脈的這些呢 以及人事脈絡的各種的想像跟懷疑 他會引發更多的想像 我認識一位韓國瑜身邊 極為親近的人 請相信我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親近的人 他跟我的解釋是說 因為他們也討 他跟韓國瑜討論過這件事情 然後韓國瑜的說法是說 他不要像柯文哲那樣子 就是呢 他只要一個動不動就換人 動不動就換人 他覺得那個太沒有道義了 人家替你拚命 你不可以動不動就換人 我覺得這個拿捏 確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 好吧 我們來看看網友的反應吧 好 來 這個就有人講說 Peter Lin說 韓一直縱容潘恆旭 遲早會出大事 他真的要下台負起政治責任 然後Jack Chan說 當場也有藍色的立法委員 像是黃昭孫的流的 沒有錯 我們剛剛講的 對 吳宗謙說 韓國瑜用人有問題 實在不是一個 適任的領導人 選總統還是算了吧 然後靠假說 很 許多人會很會用 快 狠 準 套 殺的手法 提及 好 來 鄭小猴說 唐湘龍怎麼突然變得 這麼清醒有邏輯了 我對突然這兩個字有意見 對對對 鄭小猴說 國民黨全部決心 我好怕韓不能出現 所以原來他是臥底的 好好好 OK 然後李沛出來說 我的心太軟 投不下韓國瑜 然後Richard說 一想到韓國瑜的核心幕僚 有李萊希 胡宥偉 孫大謙 潘恆旭等人 以後真的當選總統 處理國政 好讓人不寒而栗 所以王遠 我覺得那個不寒而栗的那個寒 可以加贏 就不要寒的意思嗎 不一定用不要寒 就是想到韓國瑜 就會發抖 不寒而栗 不過這就是牽涉到說 用人哲學這件事情 我覺得韓國瑜在 就是回答這件事情的說 你一定要給一個人時間 那你要容許他 一定程度的犯錯 犯錯的空間是要有的 是要有的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其實不容錯這件事情 也是對的 那問題是 到底那個容錯的界限在哪裡 潘恆旭是一個例子 你知道嗎 其實你剛剛 你剛剛講的那件事 就是說 就是說你去查詢過 然後這個韓國瑜身邊的 很close的跟他說 跟你說 這是韓國瑜的想法 他不希望他自己 跟柯文哲一樣 確實 如果這樣講 我能接受 我覺得那最少表示 對於一些的 但我必須要說 那個是四月中旬的時候 跟我說的 都沒有關係 這表示韓國瑜對於自己的 用人哲學 他確實有自己的 Philosophy 就是如果犯小錯 我不想 因為一點小小錯 然後隨著這種的 媒體的震盪 因為台灣媒體 很喜歡小題大作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是有承擔 對 就是說他覺得這種事情 如果不是這麼嚴重的 沒有涉及到很基本的 政務官的倫理的 他覺得可以 就是說帶過去 就帶帶過去 那跟柯文哲不一樣 柯文哲他就任 他的第一個任期裡面 他的所有的一線的主管 換掉了三分之二 對啊 那像那個樣子的話 而且沒辦錯也換啊 沒有錯 他當然就是告訴你就是說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 一事無成 因為他的政務官 根本在位置上面都坐不久 坐不牢 而且到後來 不知道你柯文哲要幹什麼 好 那跟著韓國瑜獲取 比較好做事 不過我是說 韓國瑜終究在某些 重要的議題上面 他還是要以市長的身分出來 打小孩子給外人看 那韓市長懂嗎 有的時候出來 罵兩句 其實是幫你的下屬 解套最好的方式 讓外界人消消氣 就是說 我都要罵罵罵 這也不是什麼大事 又不是坐姦犯科 大家就原諒他 他可能一時不查 但是不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好啦好啦 我已經罵過了 大家就不要再計較 事情就過去了 有的時候 出來罵罵下屬 跟下屬 終於打環蓋 一個願打一個願哀 那個是為下屬解套 最好的方式 不過我覺得除了要罵 除了要罵給對外界看之外 我覺得你的下屬 能不能夠在同一件事情上面 不二過很重要 因為那是有反省能力 容錯的前提是有反省能力 有反省能力 才能夠求進步 我覺得這是一個衡量的標準 好啦 時間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風向融奉沛 就到此了 要跟大家說再見囉 拜拜 拜拜